休斯顿台湾商会于上周三举行元旦联欢晚会 台商们西家带卷热烈出席 现场宾客轮番上阵 热歌敬舞奖品丰富 气氛嗨到翻天 晚会中大家热情欢送即将容调返台的张家华秘书 叶丽媛副主任以及何建安主事 场面温馨感人 上周三元旦当天 休斯顿台商会在珍宝楼热闹举行元旦联欢会 会员们带着家人在2014年的第一天欢聚一堂 亲切拜年画家常 祝休斯顿办事处夏吉昌处长协同办事处工作人员 乔教中心主任邮政才 副主任叶丽媛 也都应邀大厂和会员们共同庆祝纪念开国纪念日 夏处长至此时带来了个人的忠心祝福给全场贵宾 让大家倍感温馨 我想2014年这个充满了希望 所以我在这边也希望 也祝福大家能够做生意的能够生意兴隆 然后现在还在求学的能够学业进步 然后现在在工作上面的能够事业发达 那每一位在座的好朋友 身体健康 幸福快乐 全家平安 谢谢 谢谢大家 办事处经济组黄立正组长上台为大家说明了台湾对德州的重视 平面和电视媒体陆续到访德州 报道整体的投资环境 乔教中心主任邮政才也对台商会过去积极支持乔社活动表达了谢意 在过去这么长久的历史以来 休斯顿台商会除了提供给我们桥界非常好的一个环节和协促进商机的一个原地之外 我要特别感谢我们在去年台湾我们有派团来 成本我们休斯顿台商会来承办这个活动 我们把所有的活动结一款再捐出去 在这边要特别感谢台商会 当天晚上台商会还准备了纪念碑 赠送给即将借满回国的张家华秘书 叶丽媛副主任和荣退的何建安主持 场面离情依依 温馨感人 网页现场摆放了兰花赠送 让贵宾们欢喜捧走一盆盆兰花 掀起了第一波高潮 热歌点唱时间 大家积极上台高唱 独唱 合唱 半唱 热闹气氛环绕全场 处长夫人吴建兰浑然天成的歌声 动人的歌曲 迎来台下振振掌声和欢呼声 会长李雄 前会长周振贤 林飞虎也都上台潇洒走一回 卖力演唱和大家同乐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台商会的会长李雄 我们今天晚上是我们 每年1月1号的新春晚会 跟所有的会友 大家自己一堂 再次也祝大家身体健康 事事如意 生意昌龙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不想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划